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1日 全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 这个八角婆方方啊,她好像是按赖不住了 她又出来乌言会语了,刷存在感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昨天方方通过法广 发布了最新的一篇文章,提名为 我为什么不发声了 那么在这个文章里面呢,她一如既往的攻击 反对批评她的人就是极左 她为什么选择一年沉默 为什么现在呢,要站出来 因为我要,我方方我要保卫自己的名声 我拒绝污名化 那么今天1月1日呢,方方她又写了一个新年的祝福 祝辞,说老实话,这两篇文章啊,我看完以后啊,就像 这感觉就像吃了两个苍蝇 非常难受,恶心 那么听说司马兰呢,也是非常难受的 司马兰在今天啊,头条上,微博上都是发表了文章 她说,方方啊,你没有一点,毁过态度,没有丝毫的毁过态度 你这么大年纪,咬牙切齿,含恨而生,对身体不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章让司马兰如此的愤怒难受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再凑了几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方方的言语啊 比如说这个,方方的2022年祝天下所有人好好活着的文章啊 他写道,前年今日,我知道了有新的SARS病毒在武汉传染 但是马上被告知,人不传染,可防可控 完全没有料到啊,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呢,这里行间,就是寒沙色影的攻击共产党 武汉这个疫情就是你共产党啊,试图掩盖消息造成的 而且你还错误的告诉人家,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啊 你还要去啊,这个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啊 这个把这个吹哨人李文亮打成啊,这个传播假消息 所以方方啊,这个已经暴露了,已经不能再明显了 我相信共产党司马兰看到这个所谓的啊,头几个话 啊,头几句话,就已经料到了方方啊,已经是一路走到黑了 啊,拒不承认自己错误啊,有错误都是共产党的 都是你们极左派啊,他说到,呃,今天的这个灾难啊 完全是不确定性导致的 这种不确定性是我们自己的麻木一手造成的啊,他顺便呢 批评了中国人民啊,中国人民配合共产党啊,你们麻木不仁 所以才导致疫情失控,对吧 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还说祝福低劣卑鄙的人可以继续跪铁 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啊,还是隐喻啊,你们这些几组啊,惨媚共产党的人,你们可以继续拍共产党马屁 所以方方这样的新年献词啊,词啊,啊,这个祝福啊,确实非常奇葩啊 这哪叫什么祝福啊,对吧,一般祝福都是祝福新的一年更好,身体健康 结果他妈的这个,方方把这个祝福变成了诅咒了 啊,就是方方心里这么阴暗的人,在诅咒全体中国人,你们都别想好 啊,我日子过得不好,你们都别想过好日子 所以八角婆这样的,呃,声明啊 啊,这次打破一年多的沉默啊,其实这个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不能再明显了,就是说,他已经宣告了 今年我方方,我将卷土重来 难怪司马兰会这么难受 啊,你这里行间都在追责共产党啊 都在给自己解套啊 对吧,昨天那个法广刊登的方方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发声 啊 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啊 说攻击批评的人都是在试图污名化啊 啊,我啊,我不赞成 啊,我们啊,我们批评的不是方方本人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对吧,我们执疑的是 你为什么有权利把侄女送到机场呢 啊,这就是什么样的特权呢 啊,你为什么有这个别墅呢 啊,你作为一个作家 既然有这么有钱,可以买一个别墅 可以宴请啊,中国那些公知在你的大别墅里面 好吃好喝呢 啊,还有你为什么要编造满地都是无人实践的手机呢 这根本就是造谣嘛 但是方方的一如既往的转移话题 啊,说这些根本不存在 你们质疑我,你们只有极左 啊,你们在污名化我 你这是乱扣帽子啊 方方你最讨厌的是极左 对吧,按照你的逻辑 极左最拿手好戏就是扣帽子啊 对吧,文革时期扣帽子啊 扣什么资本家帽子,对吧 右派帽子,左派帽子 但是你现在就在给人家扣帽子 你给每个中国人头顶上扣了一个帽子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极左啊 批评你的人就是极左小粉红 这什么道理啊啊 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不能指引你吗 对吧,在这个文章里面 方方还给自己的救助,软埋,辩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文学作品啊 我记得我做过一期视频聊到过 因为法国这里有一个文学奖 是在去年时候把这个奖颁给了方方 奖励她的救助,软埋,写的好,太好了 给你一个狗无头,奖励你 但是这篇文章呢,这个小说啊 你仔细看你就知道方方真的是坏透了 坏得流黑水啊 她在这个文章里面啊 小说里面公然的给地主阶级平反了 公然的指引土改是坏的 毛泽东土改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 地主也有好地主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方方啊,这以偏开群啊 曾然我们知道啊,这个土改有的时候 确实有的地主啊,确实是好地主 但革命就如此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 革命需要一场很少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存在一些错判的 但是你不能够啊,把这个好地主全部概括为 中国那些地主全是好地主啊 那中国搞土改就是愿望好人啊 你没有经历过中华民国那个动乱时期 你怎么知道中国地主都是好人呢 根据文,历史文献 根据外国的很多历史文献 中国地主阶级当时就是坏透了 坏透了,真的不能再坏了 啊,杨白楼,这个白毛女这种东西 真的是存在的啊 中国人这个往前追溯三代都是农民 都是遭受过地主迫害的 结果方方说地主好人 对吧 最后这个文章里面方方还更加暴露了 她说 我要一次又一次的说 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 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阻力 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 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 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现在我仍然要这样的呼喊 对吧,她还是一如既往的说了 中国以前不行,极左 现在为什么有人批评我,极左 所以方方最大问题就是一路走到黑 她坚决不承认自己错了 中国人不反对你批判啊 有一个批判的思维啊 中国反对的是你捏造事实啊 捏造什么无人手机啊 什么东西,对吧 你这根本就是给外国人递刀子嘛 你只对中国批判啊 你不对西方批判啊 武汉抗议 中国抗议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人 中国这么空前团结 你不去说 对吧,外国特别是这个西方美国的疫情 这么拉夸 干的这么烂 挂了这么多人 八十多万 你结果你不去批评他们 批评他们的体制 你单单就揪着中国 对吧 那么你单单揪着中国 炮制假新闻的这种行为 全世界时至今日 谁最擅长啊 就是独运轮啊 你的行为就跟独运轮一模一样啊 独运轮这些苍蝇啊 就像盯着一团屎一样 盯着中国的阴暗角落里面的一团屎 真香啊,太香了啊 有了这个坏消息 什么哪边的矿井塌了 死了人了 或者是哪边防疫又有问题了 对吧 中国停电了 马上 天油加醋的大肆渲染 小的事变成大事 如果哪天没有什么爆炸新新闻 没有新闻呢 中国一片强河 炮制假新闻也要抹黑 诋毁 中国 往中国脸上磨屎 那你方方的行为 就是跟独运轮一模一样嘛 你口口声声教我们要独立 思考 社会需要不同声音 结果你只去批评中国 不去批评西方 这算什么道理嘛 啊 这就典型的双标嘛 挂羊头 卖狗肉嘛 其实方方这个人啊 和很多隐藏的很深的公知 一模一样 就是啊 对吧 借这个什么独立思考 让中国人上当 受骗 啊 让一些啊 天真的中国人 被一些包藏祸薪的人 利用 这就完全变味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恶心方方这样的人 当然方方这样的人啊 他年纪已经六十多岁了吧 啊 他的这个三观已经定型了 你没有办法再改变他了 你看 这么多铺天盖地的批评生 指一生 他到现在过了一年多了 他又出来说我无罪 有罪的时候都是极左 都是共产党 他要准备付出了 你没有看出来吗 所以我真的 对方方这样的老一辈的公知文人啊 咱们只能选择放弃 啊 我觉得把希望放在中国年轻人身上 还好中国现在新一代年轻人真的非常有觉悟 啊 又是支持国货啊 又是抵制那个啊 咱们抵制抵制新疆的啊 这个外国公司 对吧 你抵制新疆的东西 我抵制你 啊 我就买中国的361度啊 那这个李林啊 支持国货 这已经有非常有成效了 耐克阿迪达斯的销量已经在中国已经下降了啊 啊 咱们奋斗一年终于有效果了 还有人会怀疑中国人记忆上记忆短吗 啊 过一阵子就会遗忘吗 就会又去批店批店的买西方的产品吗 没有啊 还有你看袁腾飞那个时期的年轻人 袁腾飞上课啊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啊 骂中共 骂中共历史啊 这个领袖 说的是眉飞色舞 都给拍下来了 然后有没有人试图去质疑他呢 底下的学生没有一个质疑的 没有一个上报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宋根一这个人啊 牛老师指疑南京大屠杀数字 中国的热血年轻人立马上报 对吧 当然有的人指责什么告密 什么告密啊 你在法国这里 你去西方 你指疑一下犹太人的死亡数字 你马上会入狱 这不是什么开除的问题 这是你会入狱的问题啊 这是原则问题啊 这能够评判你到底是不是人啊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做一个人啊 你指疑犹太的死亡数字 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在中国杀了多少人的这个数字 你指疑这个数字 你就是公然的法西斯 所以这个根本 已经表明了中国新生代年轻人真的 非常非常跟老一辈的这些公知 特别是方方那一代 高晓松那一代完全不同 我们也是用西方的产品啊 谁不是用西方的产品 看西方的动画片长大的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认同西方的体制呢 没有一味的跪舔西方呢 不像方方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已经觉醒了嘛 你那一套话术已经忽悠不了别人了嘛 对吧 然后视频的最后几分钟啊 咱们再花几分钟时间聊一下这个极左 方方好像是特别讨厌极左 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极左 毛泽东那个时期 经济不行 内游外患极左造成的 每天把这个精力都花在阶级斗争上了 不搞经济不行 中国现在习近平时代经济又泛缓了 又是极左造成的 中国现在的这个大环境 又不言论自由了 极左造成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这么样的痛恨极左呢 我本人其实也不是非常赞成极左的 其实极左极右都是太极端了 或者说极左极右就是一体两面 就是被工具人就是作为工具人被利用了 那极左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咱们肯定反对极左 这样 那么你痛恨这个极左 并不代表中国政府无动于衷啊 中国政府现在的极左就是 说的蓝平脸就是打压 现在也是有防控的 你看极左的好多社团都已经被解散了 你纪念毛泽东可以 但是你不能 对吧 借着他名声 你去搞极左 包括那个极左的网站 乌有之乡 那都是有控制的 还有那个打鸡血的军事论坛 什么铁血论坛 现在也被关停了 直接关停了 那说明什么 共产党也知道 极左和打鸡血都是不行的 极左极右鸡血 一样的 一体两面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经济建设 民生的改良 不能够靠这些 所谓极左极右鸡血 来完成 一定要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 就像中国抗议一样 对吧 中国一直都在管控极左 结果方法把所有中国人都指一为极左 因为现在基本上90%的人都讨厌方方 都指一方方 那么如果指一方方的人都是极左的话 那么是不是全体中国人都是极左呢 恐怕不是如此 反正我不是极左 你也不是啊 共产党也不是极左 那谁是极左呢 很少数很少数嘛 啊 毕竟一个社会 正常社会 极左极右的人都是极少数 中间派特别多 就搞选举啊 搞选举就是要拉拢中间派嘛 啊 你基本盘就那么点 你肯定要拉拢中间的人嘛 结果方方呢 把这个概念导致了 骂他的人就是极左 所以大家有没有懂方方这一类公知的话术 啊 就是转移话题 啊 对吧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了解 啊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